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今早由杨国仲和大家讲天气 过去一两天因为受到活跃的西南气流所影响 我们的天气情况可以说是一些典型的夏天天气 有阳光亦是有罩雨 有时雨势也挺大夏天 今早如果大家在西瓦罕望出去 仍然都见到云量都是比较多 而且在雷达影像那里我们也见到 这些蓝色一点点其实是一些比较弱 以及比较零碎的骤雨 这些骤雨昨晚整晚都是由西南 向东北横过我们的境内 不过雨量就不是太多 整晚来说只是个别的地区 錄得大约是一毫米左右的雨量 而大范围的卫星云图我们见到 昨天来说整个华南甚至是南海的北部 那个云量是相当之多 而且不时都有些很活跃的对流天气在发展 不过今天来说 华南地区的云量已经明显是转薄了 而且对流天气亦是减少了 所以我们预计今天 虽然说初时的时候 有机会仍然有些骤雨 不过日间相信会短暂时间见一些阳光 而且天气都会几热 今天最高气温会有30度 大家如果要做一些户外活动的话 记得准备多一点水 而风势方面便会吹和缓的西南风 虽然说今天天气稍为好转一些 不过我们预计未来的一两天 华南沿岸地区又会再一次受到一道低压槽所影响 这道低压槽又会再次为我们带来一些骤雨的天气 未来的一两天我们预计仍然会有骤雨 还会有几阵的雷暴 不过去到周末的时候 相信天气又会再一次好转回 见一些阳光 好了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